面对未知的职业挑战 许多台干会选择透过海外工作 体验不同国家文化 认识新朋友 同时能赚更多钱 但在海外的台干 你想被请到一国求职 连美元开始台币或是当地的币值 怎样才不吃亏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由于印尼受到美元跌幅的影响 连印尼顿的台干今年身家是缩水不少 在印尼万龙是从事仿制业 仿制业的电脑刺锈 我们在印尼是赚Ruby 现在因为美金一直涨Ruby的下跌 所以在各方面通膨的问题 让我们赚Ruby的这些行业的人 所以相对的话会很吃不消 也有些台干因为公司是经营外销 订单都是以美元计算 领的薪水当然是美元 我是从2013年来到印尼 我们是做成衣厂 我们大陆有厂 越南有厂 印尼也有厂 来这边我们一直都是 海外干部都是以美金计算 因为全球这样子比较稳定 比较大家方便 另外还有台干是双边领新 更是常见 我们公司在印尼设厂已经有34年 主要产品有插头零件 铜管相关的产品 在这里的台干薪资有80%在台湾领台币 20%领印尼币作为在当地的生活开销 无论是领哪个国家的币值 台干在谈工作时要注意 确认领新方式税后薪资合约内容 双方达成共识 调整心情突破自我 才来迎接新的工作挑战 环宇新闻赋予现在雅加达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